氣象報告 你只要笑一次 我聽到要聽什麼 所以一樣啊 你氣象報告一定是先什麼 先報告我們現在台灣的氣象嘛 然後再報告亞洲 周邊嘛 然後再擴及全世界各大城市嘛 一定是這樣子嘛 那氣象學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這很實際的東西啊 其實我們歷史學一定絕對很實際的東西 歷史學的研究啊 不是為了舒服而為了 不是在看牛肉場 看什麼就沒事 歷史學絕對有它的功 有這個現實功 我們常常聽到一句話說 我們學歷史的目的是幹嘛 是為了將來啊 我們學歷史的目的是 剛剛過去發生的這個事情演變成今天的樣子 然後呢 我們從這裡面得到教訓 以後要怎麼樣 是得到一個 lesson嘛 所以我們學歷史的目的是為了將來 因為是現在 過去跟未來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從過去可以了解現在 然後展望將來 所以因此我們一定是立足於現在的 時空的這個基礎上面去看歷史 對 所以台灣也經常說幾句話嘛 說我們腳踏台灣跌嘛 逃抵台灣的天嘛 所以我們其實也可以換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說 其實台灣因為位在這個整個最大的海洋的西邊 所以我們也可以想像說 現在我們台灣的常常講說 我們台灣是迎向海洋的國家 台灣也像鯨魚一樣 所以我們台灣常常說海洋的情形 因為海洋以前的話說 就是跟昆森一樣 甚至演變到我們台灣西海岸的那個沙洲 那也說昆森 所以小方老師台灣人最知道 有一昆森百到七昆森 也是反應我們那個特色 我們還有所謂叫昆森 昆森 南昆森 前昆森 還有昆森 還有昆森 所以我們大家也可能想到說 像我們這幾年來也有在提上什麼海洋文學 什麼海洋文化 你看最近前一陣子不是也辦很多什麼海洋音樂劇 這個事實上也是反映了台灣不是只有往西邊看 其實我們也可以向著迎向太平洋 所以台灣那個海島的形狀 其實它彎彎的 其實它就有點好像在擁抱著太平洋一樣 我覺得這也是代表台灣一個面向大海的一個特色 對 尤其是我們回到今天的台灣 你不要小看我們台灣 我們如果把台灣放在全世界去看的話 有人說國家要土地大人口多 那才是泱泱大國 可是我們說好 我們看印度跟瑞士好了 印度跟瑞士一比的話 印度是瑞士的八十倍 那我們常常講說 我們要羨慕東方 我們要建立東方瑞士國 那我們有沒有說要建立東方印度國 沒有啊 對不起啊 印度朋友我們不是瞧不起你 我們只是說 瑞士確實是 做個比喻而已 那換句話說我們的價值觀內內不是要用傳統那一種打國 然後這個什麼人口一大堆 這樣才是價 我想我們的節目不是以這個為價值 對 人的價值都在這個地方 對 所以這個我們以後大概這樣的立足點 這樣的一個價值觀內 那請跟各位報告 那我們這方面應該是會取得一致 對 從這個角度去看我們台灣的歷史 對 所以譬如說像我們說要了解歷史 其實大家也要對我們台灣的地位也要了解了解 比較會有信心 像有人說台灣小島其實不小 其實我們台灣在世界快要兩百個國家 那個土地其實排八十名 都超過幾個以上 還有一百多個 比我們小 人口呢 人口 我們人口 就我大概的資料差不多排四十三名 那已經排很前面 所以台灣人口壓力很大 那這樣就是很好的資源 我記得好像全世界後面那十幾個小國家 把它合起來的總人口 好像不到我們台灣的三分之一 所以其實台灣這個是一個中型國家其實是蠻適合的 對 所以我們也不要太妄自回國 對 而且還不只這樣子 因為我們雖然說土地不大 人口多 但是人口壓力算蠻大 但是也是一個很好的資源 所以我們台灣人認真打拼 我們也創造很大的成果 所以你看我們台灣的MIT產品 不會到整個世界 大家都知道台灣 所以疫苗我們的台灣四百倍 也會檢討到這些 成功的我們要珍惜 失敗的我們要檢討 好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繼續回來收看 台灣是望春風 各位觀眾朋友 又到了我們介紹台灣艷雨的時候了 因為了解台灣的艷雨 也可以了解台灣的歷史 那我們知道台灣跟東南亞的關係相當的密切 像我們現在台灣就有非常多的太勞飛翁 可是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我們台灣從很早期的時候 就跟東南亞有一些關係 因為我們台灣的漢人 大部分都是從福建廣東移民到台灣來 那這些移民也會到東南亞去 去移民或者去做貿易 然後印尼的現在的亞加達 以前叫做Galabak 然後菲律賓以前叫做李宋 所以福建廣東的人到李宋去 那我們常常就會講這個李宋 李宋 那後來因為菲律賓的人 跟我們講話 連行舉止都不太一樣 所以有李宋 就會變成形容這個人有點熟 那現在甚至講成熟爽爽爽 年輕的一代呢 還把它講成SPP 其實就是指菲律賓這個地方 然後荷蘭人在1598年 控制了亞加達這個地方呢 那把它改名叫做巴達維亞 那事實上 我們還是蠻習慣會講那個Galabak 這個地方 那所以我們台灣的人 在清代的時候也是會到南洋去 所以很自然就會說 來去李宋Galabak 那也是反映了台灣福建 還有跟東南亞的這樣的一個關係 因為台灣人 除了是來到台灣 從事農業的啃食之外呢 有時候也是會從事一些貿易的活動 那所以從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了解 來去李宋Galabak 也就是反映了 早期台灣對外的關係 同樣的也反映了台灣的人 很適應於西方的這個語言 然後這個語言 又會把它轉變成了 我們台灣常常講的話 所以有時候講那個李宋 甚至南部北部 也互相證明它是台北宋 也剛懂 就是源自於 來去李宋Galabak 這樣的用詞 是 李宋Galabak 是 是 是 李宋Galabak 李宋Galabak 李宋Galabak